哈喽大家好我是冲哥 之前我盘点了2000年和2001年的国产剧 没想到大部分我们都追看过 而且那些年的国产剧也不断地在提升进步 后面几年质量会更好 我现在就想搞钱 今天冲哥继续带大家回顾2002年的国产剧 可以说2002年的国产剧 出路锋芒 绝对会让你回忆起更多熟悉的剧名 我说这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怎么老上不去呢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搞表演的太不敬业了 2002年我们就从古偶剧开始盘起 这一年有一部非常奔放的古偶剧 《新女驸马》 该剧是由黄梅系《女驸马》改变而来 黄毅饰演的女主角冯素珍 她为了替她的父亲报仇 就女扮男装参加了课举考试 一不小心就考上了一个状元 凭借她超高的颜值 又被皇上给相中 机缘巧合之下成了驸马 这部剧的才词非常的大胆 搞笑 也为我们贡献了很多的名场面 另一部超级经典的古偶剧就温和一些 那就是《爱情宝典》 这部剧是由五个独立单元的故事组成 五个单元都是取自于中国古典爱情故事 《旧风尘》 《绿牡丹》 《风筝雾》 《小骑士》 以及《卖油郎》 其中旧风尘的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故事讲述的是风尘女子宋颖章 她被一个渣男周舍骗婚 在她的好姐妹赵潘儿的帮助下 成功逃出了魔爪 然后和安秀才喜结良缘的故事 赵潘儿和宋颖章互帮呼助的姐妹情 至今都令我们感动 在这一年 还有一部武侠古偶剧《乌龙闯情关》 讲述的是 西汉皇后魏子夫被乌骨之树陷害 她的曾孙刘勋被连累流落民间 然后她结识了许平君和霍成君两个女孩 接着她就和这两个女孩边谈恋爱边复仇 过来陪我吧 过来陪我吧 这部剧只能把它当作一部古偶剧来看 因为这部剧把历史人物改变得太清新 太善良了 先上床再说 先说了再上床 最后要说一下这部剧的片尾曲 音乐一响 马上就把你拉回了童年啊 2002年的时候 唐国强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部 尺度非常大的古装剧 《大唐情史》 这部剧讲述的是唐太宗李世民 他在位的时候那些难以启齿的爱情故事 因为这部剧的尺度太大 如今你在网上看到的 也都是经过大量删减的版本 杀雄是太子蒙皇位 剧中有一对情侣 小的时候看到我们小心脏乱跳啊 那就是高阳公主和便机和尚的爱情故事 我爱你便机 TVB这一年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部《洛神》 这部剧至今都被我们津津乐道 剧中的女主角珍福 是由皇后娘娘蔡少芬实演 虽然这部剧也是魔改了历史 但是TVB演员们的演技还是值得肯定的 剧中曹丕的剑表名场面 至今还广为流传 2002年童年女神陈豪 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部古偶剧《选飞记》 讲述的是当朝太子流落民间 和一对双胞胎姐妹谈恋爱的故事 因为姐妹俩的性格差距非常大 陈豪一个人也hold住了这两个角色 特别是妹妹隐瞒了真相 取代了姐姐 真的气得我牙痒痒 不过那还有一部古装剧就非常的虐心了 那就是由叶璇和林峰合作的《再生源》 这部剧的男女主角前面有多么的甜蜜爆笑 后面就是有多么的虐 特别是男主角皇甫少华 成亲以后认出了孟丽君的那一段 说完了古偶剧 我们再来回顾2002年的现代偶像剧 在上一年流星花园大火以后 2002年立刻就拍了续集《流星花园2》 讲述的是男主角道明寺失忆以后 和女主山菜渐行渐远的故事 第二部有很长的剧情 再说山菜和花泽烈的爱情故事 也算是满足了另一批的CP粉啊 第二部还有一个惊世骇俗的名场面 那就是世界名曲《斗拉爱梦》 因为这是她最爱听的世界名曲 这一年还有一部非常经典的校园偶像剧 《18岁的天空》 剧中的校园真的是有些玄幻 因为剧中的高中老师不仅不脱膛 放学以后同学们还可以去研究美妆 唱歌等等活动 你还在拼票了吗 除了看一些小道具和画中数之外 其实还有许多其他影响的原因 这部剧中的金沙 可真的是刚满18岁啊 她当年可是多少男孩子们心中的梦中偶像啊 《斗拉爱的小孩》 2002年还有一部台偶剧《爱情白皮书》 这是一部改编自日漫的偶像剧 讲述的是女主角和两个男人的爱情故事 没想到彭于燕那个时候就已经出道了 这一年还有一部台偶剧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由张绍涵主演的《MVP情人》 张绍涵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变化啊 这部剧比《公主小妹》还要早很多年 当年我最爱看的就是男主角打篮球了 每一次都是那么的热血 而且这部剧中的打篮球都是来争斗 并没有什么特效夸张的镜头 剧中的演员都是请来的篮球教练 甚至还有CPA的职业球员 2002年 柳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部重量级的爱情片 由海言小说改编而来的 《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爱人》 故事讲述的是律师韩丁和富二代模特罗金金 以及农村小伙龙小雨 他们几个人的爱恨纠葛 这部剧剧情上很契合原著 不仅有唯美的爱情故事 也注重了犯罪叙事的剧情 是一部早年非常经典的爱情都市剧 聊完了偶像剧 我们再来聊聊民国剧 自从之前穷瑶的几部民国剧大火以后 之后就涌现了更多经典的民国剧 2002年又觉得最优秀的一部民国剧 那还得是橘子红啊 这部剧是李少洪导演 在大明公辞之后又一部经典之作 这部剧由周迅 龟亚磊 黄磊 寇世勋主演 这部剧虽然披着爱情的皮 却讲述的是旧社会的普通女性 在封建的婚姻制度下 悲惨的生活 我可以走了 剧中黄磊饰演的荣耀辉 说出了一句经典名言 对那个时代精准的讽刺 这一年还有一部 由张爱玲小说改编而来的 《半生缘》 也是非常的经典 特别是蒋青琴饰演的顾曼璐 简直就是演技爆炸 她把乱世中的痴男怨女 演绎的是淋漓尽致 而剧中 祝红财侵犯顾曼珍的那一段 也真的是我们的童年阴影啊 这一期还要补说一个民国大报剧 《大宅门》 其实它的首播时间应该是在01年 因为这部剧当年是太火了 重播次数很多 跨度很大 所以上一期我弄错了首播时间 这部剧讲述的是 医药世家白斧 他们三代人的恩恩怨怨 剧中的时间跨度也是非常的大 从清末一直到了解放时期 这部剧中的名场面也是数不胜数 特别是陈宝国和姜文的那一段对手戏 这部剧有很多老戏骨都来打过卡 这部剧上映的时候是碾压级别的冠军剧啊 这一年TVB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部民国剧 《憨夫成龙》 剧中的男主角由郭敬安饰演 他真的是我们童年的傻子专业户啊 他这次又演了一个傻子男主角 郭敬安的影视剧总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的 而女主角是还没有成为王宝川的萱萱 这一年张国立也带来了一部 《我这一辈子》也是相当的经典 三个兄弟三种不同的人生 这部剧中有各种经典的台词 最后还有一部由何润东和黄毅主演的《奇迹》 也是一段曲折离奇的民国爱情故事 聊完了民国剧 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2002年的武侠剧 我只想说四个字 看不过来 真的是看不过来 我们童年经典的玄幻武侠剧《风云》就在这一年播出了 这部剧如今都被我们津津乐道 布京云给我们带来了各种经典的表情包 这部剧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 它不仅满足了我们的武侠梦 更是穿下了各种苟且曲折的爱情故事 其实我小的时候看 根本没有在意他们这些乱七八糟的爱情故事 我关注的点都在华丽的武功特效上 我做梦都想拥有熊霸的三分归原器 还有聂峰那把四十米的大刀 因为之前的武侠剧 从来都没有那么夸张的特效 这一年张卫健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部经典的武侠剧作 《少年张三丰》 据说当年很多人都把这部剧 当作射雕和倚天的过渡剧 故事讲述的是太极真人张三丰 年轻时候的一些故事 张卫健的影视剧整体上都会很欢乐的 不过剧中张军宝和女魔头秦思荣的爱情故事 让当年很多小伙伴都一难平啊 不过现在大家更心疼的是 剧中的颜值担当易季峰 他有理想能吃苦对爱情专一 他故事的最后却是被灭门的悲惨下场 02年世小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部《少年黄飞鸿》 有世小龙在 那打戏肯定是非常精彩的 这部剧不仅打戏好看 剧中的台词也是非常的爆笑 年二年的时候还有一部让我们一难平的武侠剧《雪花女神龙》 由董拳饰演的女主角尚冠燕 非常符合我们大家心目中侠女的形象 小时候看这部剧 我个人是特别喜欢他和男二号欧阳明日在一起 欧阳明日在重歌之前的视频里也出现过很多次 他可真的算得上是古装男神啊 不过很可惜 他只是个男二号 他再怎么优秀 最后也是领了盒饭 在02年还有一部非常特别的武侠剧《绝世双交》 其实这部剧是99年《绝代双交》的续集 99年那部的《绝代双交》大火以后 他们就原创了一部姐妹片 男主角江小鱼依然有林志颖饰演 而另外一位男主角封无忌 替换成了泰国演员TAE来饰演 因为我们是爵士双交 这部剧中有四对CP 真的是每一对都超甜 喜欢克CP的小伙伴一定要去看一看这部剧 特别是这部剧中的郑国林 我觉得他的颜值完全不输两位男主角 我需要你在身边陪我 我们当年追过的《消失一郎》 也在02年上映了 这部剧由吴奇龙和朱英主演 他们不仅颜值高 剧中有很多打戏 和骑马的真实镜头 都是由他们演员亲自上阵 剧中《消失一郎》和沈碧君 他们两个还经常为对方挡箭 他们两个真的好爱啊 剧中的大反派《廉神碧》 是还没有演《水月洞天》的余波 他的服装造型真的让我印象深刻 他出场的时候 穿了一身烧气的红色 身上还捆了很多金属水管 这一年TVB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部非常经典的武侠剧 由梁雨生小说改编而来的《云海玉公园》 又是林峰和叶玄的合作 叶玄饰演的女主角力胜男 她是一个魔女杀手的设定 却爱上了男主角金世怡 可金世怡还有一个老相好 古之华 这古之华居然是年轻时候的爱丽 力胜男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女主角 她一生背负了面门的仇恨 被人培养成了杀手和金世怡又爱而不得 最后和仇人同归于尽 留着最后一口气 设计嫁给了金世怡 在婚礼上死在了金世怡的怀中 我最大的幸运 就是可以成为世怡哥哥的妻子 和仁东这一年真的是非常的火 之前我们已经说了他两部剧 他今年还有一部武侠剧 《卧虎藏龙》 他在这部剧中最多的情节就是 吻戏 不对 不金云 你怎么吻了念风的媳妇 聊完了武侠 我们再来聊一聊02年的神话剧 02年的神话剧不是很多 但个个都是精品 张卫健给大家带来了一部 《席天大圣孙悟空》 这其实是张卫健第二次演孙悟空 他上一部的孙悟空 还是挺遵循原著故事的 而02年的这一版 就是颠覆性的改编 剧中孙悟空和子兰仙子的爱情故事 真的是让我们甜到腻啊 为什么不打我 打我 子兰仙子你也敢打 我打醒你啊 这部剧中还有林志颖 阿娇 杨公如等等高颜值配角 那个时候的张卫健 真的是收视保障啊 两宅 两宅 我爱你 02年的时候 TVB有一部非常喜欢的玄幻后宫剧 《真假东宫》 讲述的是女主角林云 她救了微服出行的皇上 两人种下了情缘 皇上要纳她为妃 她的塑料姐妹 长相很丑陋的楚楚 她羡慕嫉妒恨 于是她就找到了一个妖道 给她们姐妹俩互换了容貌 顶替她进宫做了妃子 你跟我做姐妹是因为我长得比你丑嘛 你跟我走在一起才显出你的漂亮嘛 对不对 看她们两个换脸的那一段真的是吓死人 剧中的女二号楚楚 真的气得让人牙痒痒 最后她嘎掉的时候 我看得非常的舒心 你救我大妹 上一年我们说到穿越剧《寻情记》 让我们印象深刻 02年又上映了一部经典的穿越剧 《穿越时空的爱恋》 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文物大道小丸子 和女警张楚楚 他们在争夺朱元璋由孟仙整的时候 熊对下穿越回了明朝 他们俩分别爱上了朱颖文和朱棣 他们这两对CP真的非常的有趣 特别是张楚楚和朱棣 每次都会听成朱棣 朱棣 这部剧中朱元璋想杀人的明场面 也经常被大家翻出来重温 请陛下节哀珍重 节哀珍重啊 你说的容易 你又没死儿子 来人呐 传证的局 将礼布侍郎的儿子刺死 这会儿 朕突然觉得心里头爽快多了 而这部剧的主题曲 居然和乌龙闯警官一样 都是陈冠璞的《太多》 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 02年的《悬疑破案》剧 这一年 挖歌苏友鹏 居然勾搭上了秦格格王燕 给我们带来了一部《无敌县令》 剧中的三个案件非常的精彩 男女主角的感情也是非常的好磕 这部剧中让我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黄晓明饰演的黄太子 他把这个反派演得非常的好 那个时候的他完全没有油腻的痕迹呢 就照你说的办 这一年张卫健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部 非常棒的悬疑破案剧《方谬神探》 剧中张卫健饰演的男主角方天谬 他平日里是个大傻子 可是一旦感冒发烧 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智商超高的神探 张卫健的金飞演技也是相当的不错 他和袁勇于饰演的女主角 有很多爆笑甜蜜的故事 不过剧中那些杀人的案件 小的时候真的是把我吓到了 2002年还有一部非常经典的《插翅难逃》 剧中的男主角张士豪 虽然是个大反派 但他的才词句句都是经典啊 豪哥在这部剧中的名言 至今都被很多小伙伴奉为座右铭 他真的是我见过非常特别的一个大反派 2002年还有一部非常重量级的犯罪家庭剧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男主角安家和 相信是很多小伙伴的童年阴影了 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恶魔家暴男 他在家中软禁折磨妻子的故事 由于冯远珍和梅婷两位老师的演技太好了 当年有很多观众都入戏太深 有很多人一看到冯远珍就想冲上去打他 他那人看了我眼 然后他突然就说 安家和以后别再打梅婷了 当年我一看到冯远珍的脸我也很害怕 直到后来他演了《非诚勿扰》 在这一年 还有一部非常经典的 即时类破案剧 《红蜘蛛》第二部 这部剧没有什么专业的演员 很多都是在现实生活中取材 拍得非常的真实 每个案件的最后都会警示观众朋友们 一定要遵纪手法 02年还有一部非常经典的刑侦剧 就是由白宝山案件改变而来的 《中国刑侦一号案》 白宝山可是中国刑侦史上 头号罪犯之一了 这部《中国刑侦一号案》 以伪纪录片的手法拍摄 尽可能地给我们还原了 白宝山案件的真实氛围 在其家中 起货赃款113万元 02年国产刑侦剧还有很多 例如《情势》《稽查档案》 《太阳滴血》 《天罗地网》 《情有千千节》 《玉雪男儿》几部剧 那几年就特别地流行 这种刑侦破案剧 不知道你追过几部 我做了这么久的侦探 一向要查的就是事情的真相 而TVB在这一年 也推出了一部非常精彩的 《谈判专家》 由欧阳振华主演 这部剧中还有张志玲 文宋贤 陈豪等等演技派的演员 小时候也是因为这部剧 我才知道 还有《谈判专家》这个岗位 剧中的欧阳胖胖 和《罪犯谈判》的时候 节奏感都非常的紧张 说完了行政剧 我们再来聊一聊 历史题材的影视剧 黄小明的《大汉天子》第一部 就是在02年上映 故事讲述的是 年轻时候的汉武帝 刚刚登基 如何和他的祖母斗一房 斗智斗勇夺权的故事 虽然是历史题材 但这部剧也有很多 非常好笑的台词 剧中的战马病倒了 他们会这么说 禀报王爷 咱们的马全都卧槽了 什么 叶财了 而这部剧中的男女关系 也是拍得相当的实白 你们两口子见了面 这要是恩爱起来 这皇上能招架得住吗 02年还有一部 非常火爆的历史古装剧 就是由宁静和马景涛主演的 《笑装密室》 剧中大悦儿和多尔滚的感情 真的让我们非常的唏嘘 特别是那段 大悦儿威逼多尔滚的片段 还有最后多尔滚战死 大悦儿悲痛欲绝的画面 是我看过那么多 《笑装太后》影视剧里 拍得最好的一版 2002年还有一部 讲述前奴年间 粮食短缺问题的影视剧 《天下粮仓》 这部剧把清朝拍得非常的真实 灾民们遇到了饥荒 甚至一子而食 这个剧情让年幼的我非常的触动 这部《天下粮仓》 还有一个名场面 就是《咸菜滚豆腐》 至今还在网上广为流传 同样是讲乾隆的故事 吴京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部 《江山为重》 那个时候的吴京 也可以算得上是颜值担当啊 最后还有张国立的 《康熙威福斯法4》 之前我们说到 康熙最宠爱的怡妃 为了救她嗝屁了 可到了第四部 她居然又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替身 让她复活了 聊完了历史题材的影视剧 我们再来聊一聊国产喜剧 02年有一部 让我非常震惊的喜剧片 《九岁献太爷》 曹骏饰演的男主角陈文杰 他是乾隆皇帝 遗落在民间的儿子 虽然只有九岁 但却是一个天才儿童 乾隆皇帝非常的喜欢他 就让他做了一个献太爷 后来他还娶了一个大美女徐莲 居然还让他们拍了洞房戏 真的是笑死个人 这部剧中的达叔 还有世小龙 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乐趣 这徐莲现在已经给你儿子办了天地成了亲了 你现在是老公公了 你怎么能对你儿子媳妇动作动脚 不像话 02年《铁屎铜牙》季晓兰也上映了第二部 第二部依旧继承了第一部的乐趣 和声给季晓兰取的外号 也是在第二部出现的 接着还有一部 赵本山老师的喜剧片 《刘老根》 故事讲述的是 《刘老根》下岗后创业的故事 这部剧汇集了一大票 我们熟知的东北喜剧演员 整部剧拍得像是一部超长的喜剧小品 笑得我根本停不下来 我姓什么 我啊 我姓万 在《武林外传》还没有问世之前 上镜导演从02年开始 开启了他人生中第一部情景喜剧 《吹尸般》的故事 上镜导演可以算得上是 中国军旅题材情景喜剧的第一人了 这部《吹尸般》的故事里的演员 和后来06年的《武林外传》 都是同一批演员哦 此时的白斬堂 比后来《武林外传》还要水嫩哦 我在巴黎 你天天挤对我 02年的上镜导演非常的忙碌 这一年他又同时上映了一部《都市男女》 在这部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郭芙蓉和吕秀才 故事讲述的是现代男女在公司里打工的故事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两个剧组的人组合在一起 就有了后来的《武林外传》 这两部剧里面还有很多的梗 后来也融入到了《武林外传》里 数风流才女还看苏青青 02年的时候 还有一部黑色幽默喜剧《一笑大方》 这部剧有叶金 陶红 张寒宇等等实力派主演 这部剧对娱乐圈进行了赤果果的讽刺 我说这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怎么老上不去呢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搞表演的太不敬业了 是不是光想要出名挣钱了 02年还有一部都市喜剧《都市东游记》 02年的时候曹影真的太火了 他一个人拍了好几部剧啊 这部剧中除了曹影 剧中王欧的造型也是非常的别致 靓丽 从02年开始就慢慢涌现了很多家庭伦理剧 最出名的还得是《摩登家庭》了 萧家的老两口有一个女儿 爱上了一个渣男歪国人 还生了一个混血的儿子 她受不了那个家暴的歪国老公 就跑回了国 还把她的儿子交给了她的父母 萧家的老两口带着个混血的外孙 就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除了这部剧 02年还有几部家庭剧 比如在一起 大哥 爸爸叫红旗 冬天不冷 可怜天下男人心 这几部讲述的都是平凡家庭发生的一些故事 02年的时候 TVB有一部非常经典的职场剧 烈火雄心2 剧中的消防员故事 除了出生入死的救火 他们下班以后 也有朋友和家庭 也会追求自己的爱情 今晚姨姐姐陪你吃饭 接着讲故事给你听 好不好 好 罗家良在这一年 也给我们带来一部非常经典的家庭剧 《流金岁月》 罗家良的演技发挥得一如既往的稳定 这部剧把家族内外斗争的情感 演绎得很生动 我个人觉得 罗家良在这一部剧的表现 比他上一年的创世纪更有看头 我在这里祝福你将来 全部都是开心的事 好了 02年的剧终于给大家盘完了 没想到02年的国产剧 丰富了那么多 这一年的国产剧 比前两年高产了很多 相信那个时候的观众朋友们 都对未来的影视剧充满了期待 而往后的五年 也的确没有让大家失望 之后几年国产剧会越来越丰富 下一期2003 还会带来更多的惊喜哦 我问你这瓜仿熟嘛 好了 最后记得点个赞 关注一波哦 我在这里祝福你将来 全部都是开心的事 完结 撒花 你的天真 Zither Harp